i Plus 艾佳巨婴世光眼科团队 由台大龙总眼科医师领行 是全台湾最完整的眼世光医疗团队 i Plus 艾佳巨婴的近视雷射手术 各位啊 它拥有24项的精密高阶数前检查 确保双眼在最安全的状况底下进行手术 伤口小 恢复快 单眼23秒即可完整 与生活无缝接轨 隔天就能上班 那若一英国本身就去雷射了 所以真的可以证实 手术完隔天 视力就恢复 甚至可以上班 我隔天甚至直接去台中去演讲 所以除了近视雷射之外 学童的近视矫正 成年人的高阶眼睛健康检查 和熟灵者的白内障治疗 在i Plus 艾佳都能获得全方位的照护 i Plus 艾佳巨婴世光眼科团队 不只是Smile手术专家 更是3岁到99岁的全灵眼科专家 详细的情况 请上网 iPlus.com.tw 或搜寻 i Plus EYEPLUS EYEPLUS 巨婴尊绝世光眼科 让你的眼睛变得更好 让你的眼睛变得更棒 我是贵智 你现在收听的是法科电台 你要聊蓝白盒吗 蓝白盒 我今天本来想要聊蓝白盒 在身边若毅 最近身体不太舒服 不然我们就先聊这个好了 没关系 如果你要找我客串政治归政治 我可以来贡献蓝白盒 那你要不要先讲一下 我怕蓝白盒很快就不合了 来不及入 我们私讯聊天的时候 你是觉得不会合吗 我觉得不会合 我是觉得会合的 我先讲 为什么觉得不会合 我觉得双方从来都在演戏 双方根本就不想合 我是觉得双方就是在演戏 其实最后会合 为什么要演这个戏 那就是让戏看起来逼真一点 不要说他们同流合污 因为他们 因为柯文哲 必须说服他的选民 为什么要跟蓝莹合作 所以你必须先营造一个他们不合的样子 就是说我们不是单纯为了胜选分章 我们跟蓝莹是有很多理念上面 在这摩擦的过程中找出共识而合体的 就是要做这组这档戏 选民才 不然我觉得原本柯文哲支持者 应该超多不喜欢蓝莹的 对啊 对啊 所以必须要让这些人有投票的动机 那如果你轻松的 合了 那这些人如何有 无法交代 对啊 这就是洛逸觉得蓝莹不可能合的原因 因为没有办法 像双方都没办法跟自己的选民交代 不是只有白的选民有讨厌国民党的 蓝的选民也很多讨厌柯文哲的 这怎么合 对啊 所以他们现在在行硕的那个外观 就是 双方都心不甘情不愿 可是我们要面对一个更大的坏人 就是民进党 所以为了面对这个更大的坏人 委屈求全 对 他们要宏托这个委屈求全的气氛 我的剧本显得不错吧 你看的方向完全跟我不一样 你在 你的方向是去看 有没有什么动机演的出戏 对啊 我的想法是从结果来推 蓝白河的结论 假设白要退 就柯文哲要退 那柯文哲他有什么好处吗 我觉得柯文哲没有太大好处啊 有啊 顶多 顶多就是立委那边 让一些选拘 他们可以先 因为他不是讲说要内阁制吗 啊不可能直接推内阁制吗 对啊 可是我们可以借用内阁制国家的 精神吗 不是会有联合政府吗 对 那就可以来分部长吗 蓝白河 我们让黄国昌当法务部长 有没有票 会有耶 OK 但是前提是 这个承诺要可信耶 就不要当选之后不履行 哎他们那个幕僚这样子都公开了 如果最后双方会议结论说要照这样的履行 你觉得国民党敢不履行吗 国民党在部长也会让黄国昌当个一年 我在想啊 就是譬如说蓝白不合 就几种结论嘛 蓝白不合 然后蓝白和 我们都假设就是绿赢的情况啦 因为蓝白不合 那他们有人赢的话就实力问题嘛 那没什么要讨论的了 就蓝白不合 然后最后 然后赖信乐赢 那就有这种状况嘛 第一个就是 柯文哲的票比合会有余多 我觉得他现在内心相信会有这件事情啊 他身世就会比国民党大啊 那他现在如果蓝白和的话 他身世可能就被国民党吃下去啊 他可能后面又清明党化啊 就清明党就不见了 就是黄生三派的 对我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蓝白和是提早让国民党 民众党变其民党而已啊 就清明党后来就不见了啊 对蓝白不合 然后用这个蓝白不合的气势 去拼出来民众党的票 可以打败国民党 他拿到这个气势 他下一次大选 他就就根本不需要 就根本就不会再有蓝白和这个话题啦 那蓝赢这边就是没有 就有点像时代力量当年的做法啦 对对对对 有点像 想要下一次来添 那个添没糕水没了这样 对对对 但时代力量失败了 真的这样讲 我觉得很可惜 那再来是 那现在 那如果蓝白不合 然后柯文哲输了 对来说其实也没有 也就只是刚好而已 因为他本来就是第三大党 嗯 那他就是现有的气势 这样继续走 所以蓝白和对来说 不是一个最好的选项 除非蓝白和 然后柯文哲当正的 那显然国民党一定不会答应 难说啊 我觉得国民党不会答应 就用我刚刚那个论点啊 委屈求全吗 对啊 然后部分 重要部会有国民党担任啊 因为其实 柯文哲本来就有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民众党人就是不够多嘛 那4000多个位置 没办法海选的这件事情 问题是国民党不会愿意不当正的啊 国民党是样样大党 我觉得国民党不当正这件事情 是没办法跟他们选民交代的啦 他们有13个县市首长 350名议员那样子 对啊 而且我觉得国民党的支持者 对于国民党是一种荣誉感在的 黄埔精神类似那样的东西 就现在竟然屈居副手 我觉得很多 对啊 所以他们要演出那个委屈求全的戏 那委屈求全为什么要去搞那个 就是在初选的那上面去搞一些奇怪的 去卡别人 他这样戏演才会争啊 那你现在怎么下台阶 你把他 你把那个进步中间还那么高 所以要做 就什么 我跟你讲 这个很容易下台阶 他们现在第二 我刚刚开录之前 滑手机看到就是第二次 还是没有结果 其实那这个很容易解决啦 我猜他们下次就是比如说 那个全国投票占几% 民调占几% 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 哦OK 解决啦 OK 还不容易 剧马都想好了啦 我这些剧本如果有照我的言 我发20块鸡牌 靠谣 太少了吧 不然我们直接在赌这个 我今天我看到什么 阿亮鸡牌 因为那个鸡胸肉回碟 他调降70块 那我就是把100块 100块7000块可以 如果全部的剧马按照我所讲 不是只有蓝白盒 那还按照我的剧马 好 如果你的剧马 7000 OK 那我们要赌吗 蓝白盒跟蓝不合 赌 赌 赌注是什么 就鸡牌 你刚刚变成蓝白盒 你要请客 没有 那我说蓝白盒 然后按照我的剧本 那什么情况下 我又本来就是这位蓝盒不会合 蓝白不合 按照你的剧本 柯文哲变成第二大党 你也是100块 那我们都请阿亮好了 为了赞许他调降 那你要在台北骑在谈谈情 都可以阿 好阿 蛮好玩的 好记得要立这个flag 那我们立flag 蓝白盒你请客 蓝白不合我请客 就自己讲的命中就要请客 这不是很可怕是吧 那不是讲的不中 才会请客吗 没有阿 照你的就是讲的中要请客 好啦 神机妙算 中的请客 蓝白若不合 好 然后柯文 那我要负一个 负一个条件吧 而且柯文哲要票法比后一多 我觉得你感觉心病了 阿你不是觉得会合 我是觉得 好啦我还是觉得会合 我觉得会合 然后最后 蓝白盒如果将会有请客 蓝白又 蓝白不合我请客 那我会希望蓝白盒要翻 这也是一笔 我觉得你的柯文哲大鱼 侯友宜这个感觉好像是目前的 跟目前的态势比较明显 对阿目前态势是这样 所以我才是觉得柯文哲 所以你立的flag在于 侯友宜不会退 而且我觉得柯文哲他们咬定 侯友宜不会退 所以他们这时候丢这东西出来 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是 我觉得他们 就是双方都要做一个局 让蓝白不合的罪名 不要放在自己身上 所以这一局 为什么演这么久 就是因为双方都要把过错 推到别人身上 像在法院谈和解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双方明就不想谈 跟双方都在演 律师还要演给当事人 第一个律师给当事人看 说和解不成不是我 不是我搞的 是对方不愿意谈 对方姿态太高 另外一个就是很常看到 双方都要演给法官看 我们都很有诚意 但是对方没有诚意 对方才是坏人 对双方都要利用和解这一局 给法官一些印象分数 我很认真想要谈 但对方怎么都开这个价钱 对方都不愿意让步什么的 所以我感受到的是这样的气氛 双方都不想谈 双方因为被赵少康这些人逼得 必须要出来谈 那你觉得金浦从美国是初选 其实我很战学 我很喜欢这个初选方式 我觉得对柯文哲来说 确实蛮不利的 我觉得柯文哲确实 如果走这个美国是初选的话 他应该蛮不利的 因为民调是用整个台湾的 假设用整个台湾做的样本去抽 可是民调的母体 不代表会走出来投票的母体 就是那个投票的积极性 对一个是空气票 空气票就是说 这些人可能嘴巴上说 就是柯文哲但他不会出门投票 他可能有各种各样理由 他可能回家麻烦什么的 但如果你要在各地设 这个初选站的话 会不会遇到一样类似的问题 第一个是 有没有人愿意走票 走出来投票 然后那再就是 这些投票站有些可能都 他就会 他就可以深入到很多 比较偏向的地方 什么花莲山上 台东海边 屏东的什么地方去 那些地方就是 本来就都不会有柯文哲的 这个支持 难说啊 柯文哲的选民 现在就是年轻人比较多了 那柯文哲的选民就是 老年人比较多了 那你怎么觉得 年轻人没有去投票的动力 那 搞不好就觉得 金普通这样很讨人 假设年轻人有投票动力 好了 因为那些初选的投票站 在乡下都普色的话 那老人不就票 那比如老人票 反正可以被放大 对 老人票可能并不是一个 容易被放大的 在这个模式下面 老人票就有些被放大 就是 应该说 金普通的战法 比较像在讨论 动员可能性 对 那国民党的动员力 一定比民众党大 就组织力量比较大 对啊 而且讲白了 你突然要设那么多投票站 你还不是只能 设在国民党党部里面 或者是 双方一起设啊 就是 出界国小 但是民众党没有那个人力啊 所以实际执行 一定要大量仰赖 民众国民党的资源嘛 民众党毕竟是小党啊 你说民进党在 各省市都要党部 他可能就是在某一个大楼里面 有一层楼而已 你要到每一个 你要到每一个乡镇 都有民众服务所 你小看民众党 民众党前阵子排黑条口 还没有出来之前 他每次收了很多地方人士啊 这个我不敢讲什么意思 不要在节目上 让给你家听 我讲的啊 好好好 OK 我说收一些地方人士而已 我没有说怎样 好好好 譬如苗栗县县县县长这种 大概就这个意思啦 所以我觉得金浦冲那个我觉得很值得讨论 但我觉得 不利民众党 我觉得金浦冲那个是我理想的初选方式啊 因为我一直没有这么喜欢用民调作为初选的方式 你觉得台湾甚至适合吗 譬如说民进党他是这样搞 民进党早期是这样 然后后来是有一些人头党员的争议 以前民进党是实际投票的啊 只是他是党员投票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考虑 可是我怎样都觉得用统计学上面的民调 不是说民调不准 而是说用统计学的民调作为基础 我觉得没有他的真实性 可是有些民调机构做出来的民调都很真 可是有没有失真的民调也有啊 那为什么不能用投的这件事情 不能用假投票这件事情 我觉得没有到不行啦 我不是觉得不行 只是大家普遍的讲法就是付出的成本过高嘛 对啊 我觉得没有不行啊 投票没有不行 就初选投票没有不行 只是这个初选选投票 不需要建议在民调很烂的潜力上面 因为我觉得民调有他的科学性 嗯 对那只是出台湾就是近年来没有政党试过 像美国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对 而且第一个有没有需要一定要禁止党员 或者是 哎 其实他们有两种形式啊 就是党员或者一般人都可以 对大家都可以去投票 对啊 嗯 我觉得这个可以再讨论 那你对于要签下架民进党认同卡 才可以投票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有趣 我有一点不知道这个该怎么讨论这件事 就好像这有点类似排绿民调概念嘛 嗯 我觉得他好像是在 因为柯文哲应该是没有直接说 一定要下架民进党 对 他没有讲这个口号 可是他所有的实质都是这样子主张 都是想要下架民进党 对对对 他就不讲这个口号 可是他所有的实质的主张都是 这个内容 跟国昌老师有点像啊 嗯 啊我又讲国昌老师了 嗯 对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他 抛那个内阁制这个议题啦 内阁制这一题大家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去听大黑的召唤法律 他有非常详尽的说明 那你 但你 我记得你跟洛伊都不太支持 哦 我不支持内阁制啦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目前立法院的状态 应该不是才内阁制可以解决的啦 我用以色列当举例好了 假设 呃 以台湾的状况 以色列他们对于那个 其他受造国家的态度 国内其实没有 就是 可是当然会有比较阴或比较阁 可是他们基本上 就是认同以色列嘛 对 然后认同要对提升国防 然后对其他国家做敌伍的嘛 嗯 做防卫的嘛 大概 那个 他们总理出来喊 发生事件之后 然后他们 马上组成那个战时内阁 打战的战 作战的战 这个战时内阁 就是完全没有问题嘛 可是在台湾 以台湾的现况 就是不适合这样子主张啊 假设用 内阁制 然后没有一个最大党 那就是会是联合政府嘛 对 那联合政府的话 如果 以台湾目前的版图来看 那势必有可能 你在部分的部会首长 因为真的要打仗的人 哪个 就是要每一个 大家有共同一致的目标啊 可是台湾应该好像组不出这个共同目标的内阁 会吗 然后再来就是 内阁制好像有一个优点 是 就是可以监督 嗯 哦 就是普遍对内阁制认为的优点 可以监督 因为 然后包容小党 不ok就倒戈嘛 然后就换最大党换民意嘛 其实我们就从英国的状况 可是这个 这个跟台湾普遍希望的社会好像又不那么像 对不对 台湾普遍的希望是希望 长治久安 对啊 蓝绿不要恶斗嘛 哦 内阁制可能会恶斗的更严重 对 比了一个更容易恶斗的 就像日本那 日本有一阵子每一年都在换首相 因为每年都在 倒戈之类的 对啊 因为就是政党之间的那个 不要讲恶斗啦 竞争非常激烈 对啊 如果你认为 蓝绿的恶斗议题为真 就是柯文哲的前提假设是这个嘛 嗯 那 以内格制 对啊 我觉得这个盘算非常达到点啊 嗯 因为蓝绿越恶斗 民众党越有生存的空间啊 嗯 就蓝绿越恶斗 民众党的版图就越大 因为讨厌蓝绿恶斗的人就越多 民众党就专门吸 他们的粉丝的特性就是 民众党的DNA 我觉得就是蓝绿样烂 嗯 这蓝绿越恶斗 民众党就越大 我觉得 洛义这一下的一个 结论 我觉得非常精准 嗯 民众党不能没有 国民党跟民进党 哦 然后实质的力量 就是希望国民党跟民进党都不见 然后 我觉得 我认为现在 虽然会有人 就是像他们会觉得 比如说 总统没有做国情报告啊 总统不受监督 这个 可是我觉得总统是国家 反正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我们这个比较倾向总统制内容的宪法 就是会导致这样子的结果 就像美国 美国总统也不会去被咨询 对 而且美国国共同去做国情咨询 就讲的就会走 嗯 他也不会留下来问题 对啊 那 那个立法权的 问题在于 他要控制 就是 他要有办法 就是不要让行政权妄为嘛 对 那大家普遍的担心是 一个党里面普遍都只有一个声音嘛 对 对不对 那可是这不一定是常态啊 其实 这次那个 美国 那个 麦卡锡 麦卡锡 对 他没有成功 他被 他被废掉 他被罢免 对啊 就是党内有其他声音嘛 对 对 虽然这个结果到底好不好 就是见仁见智 就是因为他们党内有一些 比较可能极端的事情 可是这代表着 假设一个地方的那个 民意可以 更多元的话 或一个党里面的党 民意可以更多元的话 那就不会有立法权 没办法监督行政权的问题 嗯 对 就是我们怎么看待立法权这件事情 我觉得台湾要改内阁制 还是要怎么改 我觉得讨论方向上 比较不会是 因为内阁 因为内阁制很好 还很难啊 18岁公民权都没有成功了 其实 其实都是白谈 因为根本就修线 根本修不过去 对啊 不过我觉得理论 就要谈的话 我觉得方向就是 台湾的 如果认为权力 彼此之间无法相互制衡的话 那应该就去找出 不能制衡的原因是什么 看能不能有对症下药的方法 不一定是提内阁制出来啦 当然我觉得要不要改成内阁制 这个问题本身可以讨论 那就要讨论面向就要更大了 那就要去看看内阁制 它是不是真的适合 台湾现在的政治生态 那我会觉得 其实这题我没有答案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问题 不是出在 我们是总统做内阁制 而是出在 而且如果要变内阁制往下降 就是 其实内阁制 你必须要产生 足够多的立法委员啦 嗯 那再来就是 我们就要往上讲 现在的台湾立委的 人数够不够 我们总共是几席啊 113 113嘛 嗯 那就是2300万人 113席嘛 对啊 所以大概2万人一席 除以113 没有啦 20万人一席 你这20万人 是不是太烂 不好意思 对啊 20万人一席 那个 举例来说好了 这边 因为我手边有一本 这个书 这是 我之前看过 就是一直觉得 如果要讨论内阁制 是必要讨论英国的议会 这本书就叫英国国会 对对对 How Parliament works 然后他们英国议会 就是有在算说 比如说他书里面就有讲到 英国的人口是6100万 嗯 那他们的那个 平均每位议员代表了9万 就是将近10万的人啊 其实台湾 台湾的一半而已 一倍啦 就是9万10万 台湾不是20万吗 对啊 对啊 就二分之一 是他们台湾的一半啊 他们选出更多的议员嘛 对对对 哦 你是哦对啦 我们讲 我们讲的东西不一样 你讲的是 他们的人数更多 那我讲的是 每一位立委服务的选民 对 我们每位立委平均就是20万 要服务20万人的选民 OK 他们平均服务10万嘛 嗯 那就代表 虽然议员变多 可是就代表不同的名义 更能彰显 嗯 我觉得这应该是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这当年为什么要把他砍办 要问一下林毅雄先生 这个会有一个敏感的话题 因为当年砍办其实是跟那个 林毅雄先生很有关系的 对 就很想知道为什么他会坚持要砍办 对 那他的 为什么啊 我对他这个人没有意见 可是我对于他这个主张 我觉得 不能理解对不对 对我不解 不知道他的脉络是什么 就他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想法 就我的记忆 他其中一个脉络就是 或者台湾普遍人民会觉得 立委没有在干嘛 浪费钱 这么多立委都在立法院里面打架而已 对吗 就是这个论点 确实有这个 应该会有这个论点 对 那可是反过来讲 那个砍办我觉得有点梦醒 维基百科是说 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有立委减办运动 最早提出者是张学顺 是曾经担任新竹县的立法委员 然后后来徐国勇 王信南林毅雄都有加入推动 那主张是 我看一下 执政党与这一党强烈对立 立委立法院意识效率低落 所以部分民进党人士 与民间政治策略特团 助成态 以及后来的台湾团结联盟 开始积极推动立委席次减办运动 他们认为国会乱象横生 因为立法委员过多 让立场极端和素养不佳的 地方型政客进入国会 造成台湾政治混乱 对啊 所以 比如说我们在讲说什么 少数的空间很早被彰显 其实这个都是原因嘛 单一选区两票是原因嘛 可是假设 我们也没有想过说 即便单一选区两票是是不是有可能 我们增设更多政党比例代表制的人 对 那你就是让更多不同的意见可以进入 立员 我觉得这是一个 如果你要朝内阁制的方向去做的话 这是一个得思考的方向 看起来这个脉络跟阿扁斯基 掌握行政权无法掌握立法权有关 所以立法院的国会乱象重生 这是个解法从减少立法委员席次 可能还是要去请教林毅雄先生 为什么当时是有这样的想法 还有徐国勇 然后补充一下 就是这本书 它里面有讲到说 比如说意大利中医院 他们大概也是9万多人 代表一个席次 西班牙大概11万人 就你学理上面就是10万个人 有一个国民国会议员 可是美国是67万人 有一个中议员 OK 那美国本来就是个比较奇怪的国家 可是美国不是内阁字啊 这美国是总统制啊 所以不是内阁字就无所谓 像印度 我觉得全 我记得全世界 议员最多是印度 你总统制的话 你让每个立委的 后面代表人愿多 我比较有办法跟行政权八个吧 对啦 应该是这样子的想法 可是你内阁字就不能这样子想 对 因为内阁字就 而且 如果要变内阁字 其实是那个立法院 要先重盖 需要吗 装一些 有办法像那个英国那样 两边对话互吵 哦 你要像英国一样辩论 那很帅 爽啊 那个很帅 那很爽 老实说这样蛮爽 有道理 我觉得那个很好看 而且他们讲话都超靠北 我记得那个 那个谁啊 那个劈头散伐的 那个前所相就是什么名字 Johnson Johnson Johnson不之前就是酸吗 他就是 酸酸 超会嘴 酸酸 酸酸 酷酸 酷酸 就是在那边讲中文 酸那个 酸那个反对党的 都被中国收买 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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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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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好看哦 天哪 英式的 英式的 英式的嘲碰 就是酸到底 但他就是觉得不会骂 脏话 觉得不会打 OK 好啦 藍白盒就讲到这边 然后刚刚什么 内阁之间讲到这边 我们再回来讲一些 那个法律知识 这样子 我 还是以色列 那个你有办法聊吗 以色列哦 可以啊 但是可能办法聊太深 你以前 练国际法会 会念差不多东西吗 以色列是警局之一 我不敢说 我很收到 警局之一 嗯 以色列的状况 我觉得要聊以色列的话 我可以这样讲 就是现在我们台湾新闻 可能大部分都是听以色列 或是会讲以色列很可怜 可能就台湾的 台湾人会看到面向 都是觉得以色列被恐怖攻击 所以应该要辞职以色列 就是滥杀平民这件事情 不应该是暴力 然后不能够被允许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对的 就是因为不应该要有人 我觉得不应该允许 这种滥杀平民这种暴力 但是台湾的媒体 就是会被人家说 西方观点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东西对巴勒斯坦人来说 他就是偏颇的 巴勒斯坦不等于哈马斯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觉得这个 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巴勒斯坦第一个不等于哈马斯 甚至巴勒斯坦也不等于巴基斯坦 差太多了吧 一定会有人搞到这个 我觉得这高中生就不能搞错了 我跟你讲 我们如果今天去路上做街坊 去抓十个人 应该会有三个人 搞不好先走巴勒斯坦跟巴基斯坦 真的吗 然后搞不好跟塞巴斯 我这么看不起台湾人民 我在台湾人民的 那个世界地理如此的薄弱 因为台湾人 这国际新闻就冷感 台湾人的国际新闻主要来源 就是范奇肥 把联国敏迪 没有啦 我没有说他们才不好 就是看 就是这样子 主流媒体 没有什么人在做国际新闻 有的话 售署率也很差 这就变成 做国际新闻的自媒体现报 因为就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稀奇的东西 那本质上 这不应该是个稀奇有趣的事情 他就是日常生活中 会不会发生的事而已 不是吗 对啊 就是因为在台湾 很少人关注国际新闻 所以当有人 用很有趣的方式 讲国际新闻的时候 突然变得很有趣很赞 但这其实不是一个 需要什么很有趣很赞的事情 我们台湾 我们法律 做法律新闻那么久了 也没有这么红啊 干 你不对 就是国际新闻 它有它的稀少 它有它的稀有的一个感觉在 但是稀有这件事情本身 就是就反映出它可悲 处之处嘛 怎么国际新闻会这么稀有 它其实本来不稀有 你不看而已嘛 对啊 好没有 我觉得白铃国很好 我们等一下还要去 卡米蒂冈录音 那巴基斯坦是印度旁边的国家 那个他们 印度跟巴基斯坦 有他们自己恩怨疾臭 巴勒斯坦是 巴勒斯坦本来要建国 巴勒斯坦就是 这两个地方是都跟英国有关系啊 对这个基本上会闹成这样 就是英国白烂的关系 英国 英国就留下一摊烂摊子 它不晚就跑掉了 它英国没有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英国有它的道德责任 甚至有法律责任 应该要处理好 但它不处理跑掉了 就跟英国就是不处理香港问题 就把它丢给中国是一样的道理 哇 你这个见解很尖锐 英国就是 英国讲难听一点 以前是日不落国 后来就变成蛮废的 他就没有能力处理 他就走到白烂了 讲难听的英国就变成这样子了 他就是 他除了就是王室飘飘亮亮的 出来当花瓶以外 他没有什么 他没有什么真正很强的 国家实力啊 不是吗 你不然你讲 你不然你讲一个英国 你觉得很强的工业啊 公司啊 科技也已经讲 你举一个例子出来 Brand Rover OK 但他也是没有B&W 对不对 搞不好雪夫来卖比他还多 这个英国他的金融地位 也被纽约取代了 对香港的 香港是亚洲金融中心 但还给中国了 那美啦 伦敦都很强 但是伦敦 就他就是 他就是靠着他历史的光辉 成为所谓的强权 但他没有真的那么强嘛 完蛋 我这样讲解是很像中国人 有种在算人家大国崛起 然后什么 东升西降的那种感觉在 但是还有吧 我想一下 汇丰 汇丰也是英国的 OK可以 可能都是金融业吧 我想 对啊 就是大部分应该是金融业 英国我不管 我不会说他没有实力 就是他的实力 跟以前那种大英帝国差别大 跟曾经 就是有印度巴基斯坦 对对对 然后当管这个中东地区 对 大概七八十年前 对 1948到现在差不多 英国他还是很强 但他是现在的强 跟一百年前的那个强 对 跟一百年前 一百年前的强是 很不一样 对 一百年前的强是 可能世界上没有国家 可以跟他比那种强 现在这个很强 他就只是某一个强者 但跟他一样强的强者很多 英国以前不是这种 跟他一样强的强 不是那种建宗班上的 一个人那种感觉 以前英国是那种 他根本不续念建宗 他直接跳起去念哈佛那种 都是强者 但那个强的感觉不一样 OK 那英国的状况就是 以色列现在那个地区 在以前就很多巴勒斯坦人 住在那边 其实我们就 就是一群遗性 就是一群 那什么 穆斯林 我们用穆斯林来理解好了 就是一群穆斯林 阿拉伯人 那块地本来就 巴勒斯坦人本来就住在那边 他们本来就想要建国 但是种种原因没有建起来 那犹太人 他们在二十世纪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一直回到这个地方 一直回到巴勒斯坦 他们祖先在两千年前 被赶走吗 那个什么 犹太复国主义 最新盛的十世纪 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对 这个我蛮推荐大家去看 那个 那个国家地理频道 有那个 有一个系列是短印集 对 对 然后那个系列里面有 那个 爱因斯坦 对 爱因斯坦是犹太人 他因为 他在二战期间 就逃到美国去 不然他爱因斯坦 赶快被新车六杀掉 对 然后他在欧洲的时候 其实他里面有 演到一些草团就是在讲 那个犹太复国主义的事情 其实犹太人的议题 都会提到犹太复国主义 那大家如果听到犹太复国主义的话 就大概他意思就是 犹太人要回到 留着乃雨灭的地方 就现在巴勒斯坦要建国嘛 但尴尬的事情是 你在两千年前被赶走很不正义 没有错 但过了两千年 那么久人家也住在那边了 那该怎么办 这就是个难解的问题嘛 就台湾现在原住民在台湾不过四百年 就已经有要归还土地的问题了 那个人家住两千年该怎么办 那反正就不管 反正以色列的人就一直搬过去 一直搬过去 而且他们那时候很酷 他们那时候 就是透过各种方式回去 其中有些 就是他们在各地 就是犹太人是很聪明的民族 我想大家都是这样讲 那因为他们在很多国家 比如说像美国取得很多的金融地位 然后就变成他们就有一些fucking rich的人 对 然后他们就是有些他们甚至用买的 就是先买部分土地 OK 就是用各种方式 回到那边 会不会有点像汉人 买原住民土地那样子 没有 我自己看那段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比较像 会不会有 比如说一百年后的香港 什么意思 香港人 比如说现在香港人很多 我得离开香港这块土地 哦一百年后他们回香港了 对 也有可能 会不会 有可能 那那个时候 希望不要是我们得这样子 不是一百年后我们回台湾吗 看人家在上去了吧 不行不行 这中间可能会发现这些悲剧的事情 当时巴勒斯坦这块地是 俄图案土耳其在统治的 那巴勒斯坦他们是阿拉伯 他们本来就希望独立建国叫阿拉伯国 那二次大战不知道什么时候 阿拉伯曼托尔其就不见了嘛 所以这块地变成英国在战时在管理 叫那时候联合国有个制度叫托管地 哦 OK 本来就是一个概念 详细就不讲 本来基本上阿拉伯曼托尔其被打爆之后呢 巴勒斯坦这块地就变英国的 那时候还没有以色列 但是那时候犹太人也来一大堆了 所以就变成 托管 按照联合国的规定 迟早有一天要结束 因为托管的目的是要让 被托管的民族实行 他们的民族自决权 所以托管总有一天你要托管结束 你不能管一辈子 逻辑上就这样了 OK 那现在很尴尬 因为它下面有两个 犹太人要想要弄个李瑟烈 阿拉伯人想要弄巴勒斯坦 所以联合国大会还曾经做过决议 让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同时建国 然后再去瞧边界 我记得有这件事情 我刚刚稍微查一下 是什么联合国大会181号决议 最重要的那个圣城耶路撒冷 按照联合国大会的决议 就是国际化 可能就变成一个 就是让它变成一个 类似国际的 不隶属于任何国家的一种概念 让它存在在那边 我在这里跟听众补充一下 好了 他的意思 那时候联合国的决议的内容是 反正以色列成立一个犹太国 就基于他们宗教等等的民族的名字 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阿拉伯国 就巴勒斯坦人 然后基本上是伊斯兰教徒 对 然后因为他们的圣地是同一个 就是耶路撒冷 对 所以这个部分耶路撒冷成立耶路撒冷 独立各 然后给联合国管 对 当年四八年 四七一年 十一月的时候 四七年年 他们就做了这个决议 那理论上有这个决议 当时受联合国委托来托管 巴勒斯坦这块土地的英国 应该把这件事情搞定 嗯 在英国给人家绕跑就不管 就杀手不敢跑掉 英国一跑掉 隔天以色列去宣布独立 对 但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瞧好 阿拉伯国家基本上也 他们也不接受两国法案 就跟现在的中国也不接受两个中国一样 哦 就是阿拉伯国相关的 就是现在的比较像加萨的这些 呃伊斯兰教徒 加萨或西岸地区 对 他们就不爽这个决议 对 就是不屌 他们就 因为当时可能巴勒斯坦人还比较多 以色列人比较少 他们就觉得干嘛要让以色列成名 对啊 就是为什么我要 而且我觉得 就跟侯尔怡觉得我要当正的一样 啊 柯文哲比较小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觉得从他们的角度 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 就是为什么我要 一是为什么要理这个联合国的决议 对 二是我不一定会输犹太人啊 对啊 就他们待比较久啊 对啊 因为按照那个 我在网络上看了 就是当时巴勒斯坦总面积 有43% 就是等于 按照决议 成立阿拉伯国的那个地方 的人啊 土地啊 其实都是比较多的 对 对 所以他们觉得 就算打一仗他们也不会输吧 大概是这样 但就输了 所以就形成了 这个列痕就一路到现在了 所以现在巴勒斯坦他们有自治政府 那联合国曾经决议过 巴勒斯坦要建国嘛 最后这个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在联合国是有观察员的席次的 不是到 一直到最近嘛 对 但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里面 他有很多不同的派系 就是我们用派系来决定好了 哈马斯其实只是其中一个派系 然后他们就是有人手段是温和的 希望用温的方式去解决 跟以色列之间的问题 这有些人很激烈 那因为那个仇恨是那种 是那种民族的那种深仇大恨 所以巴勒斯坦里面比较激进的 以及所遭其他阿拉伯国家 也有比较激进的 他们就真的把以色列当成 最邪恶的存在 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消灭以色列 所以就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就是以巴冲突一直就是没有办法化解 因为巴勒斯坦里面有比较温和的 也有比较冲突的 然后比较冲突就一直会到以色列里面 去做一些恐怖攻击 那以色列因为他们 也有他们的民族情绪 我们好不容易复国了 所以以色列就要一被攻击 他们就会反映的 也会回击的非常激烈 那最尴尬的就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因为从中到尾 哈马斯就不能等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可是大家都会觉得 是以巴在冲突 不是 应该是以哈冲突 哈马斯我们就 你就只能 我们就只能把他理解成 他是巴勒斯坦的一个派系 但他不能等于现在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那坦白说以色列在 在赢了那个战争之后呢 他也做了很多 掠夺土地的事情 就很像以前哈人区掠夺 原住民土地一样 就是关于囤捆区的 他们会去做囤捆区 然后就是想用一些蚕食 侵吞的方式去把 巴勒斯坦地区属于以色列的范围变大 然后后来开始盖墙 在联合国的国际法院里面 有一个很有名的案件 他是用咨询问题的方式出现 他叫做以色列盖墙案 因为以色列会盖到高墙 然后可能会把巴勒斯坦很多地区 整区这样围起来 然后进出 因为巴勒斯坦就 他虽然已经有自治政府 理论上会像台湾就是一个 不正常的国家 但基本上他 他已经很接近一个国家的状态 就可以想像像台湾这样子 就国际不承认 但基本上他是一个国家 不过因为巴勒斯坦的 你讲到这边我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不屌联合国决议 通常没有什么好下场 你看 干 巴勒斯坦那时候就不屌啊 对啊 不然他所有国家的话 他就是 就是反正 他就巴勒斯坦就是跟 蒋介石一样啊 汉贼不两立 所以变成现在这样子啊 我们就是汉贼不两立 所以变成现在这样子啊 这讲起来轻松是这样 然后南韩是可以汉贼两立 所以人家现在这样子啊 哦 ok 对啊 这你可以等到结论是国际法有用 要调联合国决议 因为联合国决议 对吧 我觉得好像也可以这样讲 因为联合国决议 多少反映了一些当时的国际列强的实力嘛 你要去不甩他 老大哥们敲出来叫你要这样子嘛 那你先不甩老大哥的话 后果就要自己承担 通常很难赢嘛 只是我觉得我们讲的很轻松啦 人家背后的那个 宗教混杂着 宗族的那种血 血语类的仇恨 可是我觉得我们也许没有那么容易化解 就是我们下次有这样子 抉择机会的时候 要屌人家 看不要在那边装 装 对啊 啊不对啦 因为台湾那时候 普遍民众没有决定的这个权利 对啊 当时是被讲确实决定的 对啊 所以我们要学习历史的教训 可以这样就 要把那讲完 以色列后来就是用盖强方式 他造成很多问题 因为很 因为以色列极度的 他极度的排斥就是穆斯林 但是实际上有些人住在那边很久了 所以有些人啊 可能工作的地点在墙外 然后住在墙内 那每天光出入墙就要花两三个小时 就造成很多这种生活上不方便 这次出事叫加萨走廊 整个目前属于巴勒斯坦在管理的 一个就是我们会讲西岸地区 另外就是加萨走廊 那加萨走廊他其实是被哈马斯控制的 那因为哈马斯是个非常极端的一个组织嘛 所以以色列就用墙把整个加萨走廊包起来 所以整个加萨走廊他就有三个他就有三个出入口可以进出 被形容为全世界最大的天然监狱 因为人们就关在那里面 对啊 所以你说那里面的人 以色列还蛮猛的 那这样子 这样子的手段以色列是要保护自己 但他就是会造成 更多巴勒斯坦的人仇恨以色列啊 所以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况 我只能说就是不意外 我不支持 但我觉得不意外 就我也不会说 我觉得一定支持以色列什么 因为我觉得以色列有他们的 我觉得双方都有双方自己的仇恨在 可是要我选 我还是比较想当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比较强吗 对啊 没有啊 因为某种程度上 确实很强耶 你看他 他假设他20世纪的时候 反正全部的 就是他们 加底郎 犹太人回去 尻回去 然后 然后立国隔天就打仗 就干掉大家 然后 然后现在还可以把人家围起来 我觉得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我觉得可能以色列的故事 在台湾比较有卖点 因为跟台湾处境比较像 有两个都在美国老大哥的帮忙之下 卖相借果之辱 在这样子 那我们很烂 要再自己有信心好不好 对啊 我们是 人都有人帮的话 那我们很烂 我觉得有关键差别 犹太人在以色列是超级想要建国 可是台湾人有超级想要建国吗 这就回到刚刚那个 讲到内阁 又尻回来了 像以色列这样打仗的时候 打一个 那个 暂时那个就是大家对于内阵怎样 虽然有不同意见 可是法克 我们为了以色列的生存 该打的时候 还是 要打 对啊 可是台湾 台湾没有啊 台湾是个亿万的国家 台湾这个可能就 我 我跟你讲最近那个国内的那个 比较大的媒体 比如说现在被称之为绿色巨兽 这些媒体他们都会 我看他们都会下标题 说如果台湾是内阁制国家 马文君就是国防部长啊 这也太耸动了吧 好啦 差别就在这边 以色列是 从没有国家到有国家 人家是努力在建国 那台湾这个国家的出现 有一个老师 他写的他的书名 非常精准嘛 台湾是意外的国家嘛 台湾人是意外 就台湾人是意外变成国家 台湾有像捡盗宝一样 我们突然变国家了 因为美 因为蒋介石被打来台湾 然后寒战之后 苟延成长到现在夹在美中之间 被云 就是被双方用一个默契保存 下来的反冲带嘛 台湾人是意外 历史上的一个 巧合 意外成为一个 快要像是国家的国家 那个林孝廷老师的书 林孝廷老师的书 那以色列人他们感觉是 我们花了2000年终于回来 我们一定要把这国家守住 那台湾人 台湾人有很多人想要守住这个 我们意外掉下来的 国家吗 好像也没有嘛 所以 我们就是中乐透的 我们是中乐透的爆发 我们是那种中乐透的败夹 我们连民主化都没有流血 你看 对 对台湾来说 过得 台湾人的福报多好 一切就是一手当的来了 哇对 这 哇这60年 哇 中了一些大乐透 对啊去看看以色列 我 我没有很支持以色列的 各种作为 但是你看以色列他们 毕竟就是花了很大力气去弄 弄一个国家出来 对啊 然后很多国家 比如说德国转型 然后南非转型 民族转型 智利民族转型 台湾民族转型 就陈瑞扁靠着 靠着国轻分裂当选 台湾民族转型 到最后一步 政党 政党人替 是因为国民党自己吵架了 下一次 政党人替 下一次政党 不知道 蓝白会不会合 哦对 又回到这边 对又回到这边 好老师以巴冲突 我想把他带到这边 就是以巴什么 我觉得我的结论 以巴冲突的结论 我很简单 就是 就是刚刚 我们聊到一半的那个 结论 就是 不要 不要不甩人家的决议啊 不要以为自己很屌啊 不要以为 不要以为联合国没有批用 没有联合国的决议 背后都是有脉络的 真的 你看人家如果 如果当初 巴勒斯坦同意 他也是个国家 分庭抗领 那了不起就是今天南北韩 对啊 对啊 他中间 还可以走 那个北越模式 把 把一次被干掉之类的 之类的 对啊 历史上有时候走错一步 后面会变成像 真的没有人知道 对 这个真是一小步 决定一大步 其实那个时候联合国 在把蒋介石从习治上赶出去的时候 那个用語叫做 把蒋介石从中国的习治上赶出去 赶出去之前呢 美国是一下子在瞧 就是这些历史文件都有 在说服 蒋介石 接受一中一台 或一中 两个中国的模式 对啊 就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来 可是中华民国留在里面 或者是中华民国改比较台湾 那解释石都不要 嗯 第一个是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来之后 那谁要当安理会的那个中国 哦 对啊 这就搞不定了嘛 然后被爱好成台湾 根本就接受啊 干台独了 嗯 对 人家本来是大中国的君主 变成岛主 有一本书在讲夜宫超 就是以前的 台湾的 台湾的一位大使 就讲到这个历史脉络 很可惜啦 所以历史课本都会写 我们是自己退出联合国的 不是 我们是被赶出去的 因为退出联合国有退出联合国的程序 我们根本没有走那个程序 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合法的退出过 我们是自己说我们不玩了 然后人家说你其实是被赶出去的 先退出联合国的啦 因为退出联合国1971嘛 因为刚退出的时候 美国还是很 服我们这块 这块不听话的 服不起的朽木 对啊 服不起的朽木 退出联合国 你看人家以色列乖乖的 对 活到现在 就乖乖听美国的话 美国叫他干嘛就干嘛 嗯 虽然 他们好像还是会吵架啦 就是还是会有不合的地方 可是 我觉得以色列那时候的领导者下了一个 很好而且很正确的决定 嗯 好吧就这样 好啦那今天就大概这样 最近十四代就大概这样 OK 那下次再见 如果对我 那最后就是如果对我们今天的内容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我们的 Apple Podcast For a Story 留言也可以叫做LINE的社群 在LINE社群搜寻法律白化的运动 就会找到我们的LINE社群聊天室 现在里面已经有破千人了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好 欢迎大家来聊天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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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